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P你拍啦 我觉得这两年我就可以完成了 要说娱乐圈的动力女神 许晴绝对算得上是其中一位 已经50岁的她 至今仍然未婚 身材和皮肤也依然保养得 仿佛30岁一般 在邪不压阵中 许晴完美诠释的影片中 那个风情美丽的女子 让许多人对许晴留下了优雅的印象 粉丝们更是亲切地 称呼许晴是小公主 近日许晴接受了一档采访 在采访中她透露 不理解她的人 称呼她是小公主的时候 她坦然接受 解释那不是真正的公主脾气 只是喜欢被人爱护的感觉 之后许晴也提到她的感情生活 这一番话可能让不少粉丝激动 单身这么多年的她说 近年来自己母爱泛滥 自己认为要有孩子才是婚姻 直言自己想在两年内完成这些事 不过这么多年来 许晴先上传出感情方面的绯闻 50岁的年龄也不小了 想生子的的确要抓紧 不过这也十分让人好奇 许晴说出这番话时 是不是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大家觉得许晴这两年会如她所愿吗